Hello 大家好 今天繼續是青年創意創意 你見到他都很青年 這次我們講的題目是髮型師 邀請你呢 Perry 其實每一個人都必須要髮型師 我相信這個年代是不會有人戳著碗剪頭髮 因為小時候會 你會 小時候真的會 小朋友會剪一下 但再大一點就說不要剪 剛才同學覺得不夠漂亮 這個年代很小時候都會帶小朋友去剪髮型師 因為我見房屋很多小朋友都會媽媽剪 小朋友就剪 這是一個必須要事 所以我就請一個專家上來 這個很重要 當然 講一下背景和這一行 大家要了解 我們是一個傭解 就是知道己被剪頭髮 我就不理會 那個化身范 这一家年?,可通人想想去入行是先洗腿 这是否正常途径入行? 还有你为什么会入行? 这个是许多兴趣振始 我一开始入行的时候 我中四的时候 在那一间学校就有IVィ的职业培训 IVship是给我多一些的l вик 但我不是讀Ivy的,只不過我的學校有這個媒體,可以幫助我 可能之後的找工作,出路發展比較好些 接觸了髮型,但我年輕一代都想坐辦公室,按電腦,很輕鬆 我也是讀書,想升學,但當然我不是讀書的材料,我無法升學 然後我家人不斷地說出來工作,比坐在家,比做廢青 我當時也讀過髮型,試試晉身一下,在元朗的一間餐廳投身了 但當我發現我接觸了社會後,其實是很複雜的,因為人事方面很社會黑暗 可能你做得好,人家那班就不喜歡你,或者你做得不好,老闆又不喜歡你 變相很多灰色地帶,你會很難去接觸 那時候我真的做不到,我覺得我也是被人杯葛 我也試過放棄,但我有個朋友也是做SALON的,問他有沒有好介紹 然後我就問他做SALON的SALON的SALON的SALON 我也有幫陳哥,很出名的,很大間,招牌很輝煌 然後進去工作,很厲害 然後我打電話給他,我問他可以嗎?那裏要聘請嗎? 然後他就說,過來接工作 然後我就異話不說,我跟老闆說,我辭職了 即是未見都辭職? 對,我辭職了 反正他決定了離開 對,我很離開 我老闆也有留我,當時說,你做得這麼好,不要離開 可能不夠人用 其實也真的 因為很多時候都很缺 其實現在的SALON都是很缺,新入行 新入行和洗頭都會有 因為範圍太大了 現在可能你做一些SALON 或者一些飲食行業 或者其他不同的化妝 什麼都有 而且他們的薪金都很高 比起我們 因為你們好像是學徒制 那學徒多少錢? 那你很難捱得遲面那一段時間 對,而且現在的薪金 你無法遲蓋你的生活貨品 是否計算學徒現在普遍多少錢? 普遍,如果以底薪來說 可能是3500左右 我當然有刷帳 但現在普遍的發營屋都是包新的 都是我包新 會包一萬 但我見過最高是包16000元 是很大間 即是你底薪加分帳就結束了 對,我包新16000元 你一個月就包你16000元 你做不做事都是 變成有些人被打工 或者生活基本需要 起碼有一個穩定 3000元真的不行 3000元肯定 真的不行 半個劏房也不行 3000元 我做的時候 我做Junior 就4000元 2000元 一半個月,2000元半個月 那就是4000元一個月 那時候你怎樣生活? 我住在近 我跟家人住 我住在近,就不怕 我去到Espirit就比較高 慢慢做 最初就學洗頭 學塗色 學電髮 學電髮 其實他很多 一些技術上的東西 我們都 要分到很細去看 其實是一件很複雜的事 不是說 可能很單單 我塗頭很乾淨 OK 原來他塗頭是會分 髮根、髮尾 或者摺膊位 那一節 怎樣去調色 令到整個顏色的色澤 均勻呢 這也是一個學問 很多學問 其實是很專門的 很多學問 很專門的 對 所以很多人 為什麼就是剪髮和髮型 你知道如果真的很專業 收成萬元一次剪髮也有 都會省上 當然他也有原因 他也有貨納 那些零計 價錢跟他的名氣 跟他的能力 就另一個問題 有些是指定髮型才會走不走 那些零計 但問題就是 剛才你提到 髮型這件事 其實是很專門 入門 很多專門的東西 因為我們人的頭髮 其實跟生理也有些關係 或者你要知道 什麼法則 還有什麼 毛囊是怎樣 這些很多很多 可能比讀書更勤力 所以就不用 不是 因為你入行的時候 你覺得我不用讀書 你不要想 我洗頭 洗完頭 洗完頭 原來 還要讀書 然後就覺得大件事 因為要上很多的課程 可能一間公司 他給了你的技術 可能是這麼多 但是他會遇到你的 就是你去其他產品公司 去想一些他們的專門 自己產品的資訊 產品的資訊 或者他們的技巧 然後再提升 可能他提升那件事 他不只是技術上 可能也是要考試 對 那時候你要陪 你要想 原來我 中伏 什麼方法 什麼不同的配方 可能我一個顏色 我會分A色 B色 G色 這些究竟是什麼 這些都是要背 對於客人來說 不管 買到來做了 做了什麼 不知道 那是要靠你們 相對 信任得過你的專業 和我的頭髮交給你的 你把頭髮掉了 或者變成一塊塊 很大件事 有很多事情 明星要指的發言師 就是這樣 真的 不可以出差賽 那個形象很重要 如果年輕人 可能有錢有限 他就沒什麼所謂 因為有些是十元 很快的 很明顯是沒有要求的 大行入行 你的所謂培訓過程 玩了多久 其實勤力一點 做三年都可以 勤力一點 我屬於中途法力 我屬於五年 五年 五年 還有說真的 他剛才說 是專業的 不開玩笑 還有你學校讀書 他未必要記 你不會太上心 但因為你的工作需要 還有你看到你的前路 還有你看到你讀完之後 你有進步 其實幾個中間法力 你也有法力 是 我當時是玩的 年輕當然是放肆 是很正常的 玩了一段時間 覺得不行 為何 醒覺 還是這樣的 做了幾年 Junior 看一隻表演 搞不成功 然後最深刻 就是我考試 跳highlight 考試 我很勤力 我覺得我要跳highlight 因為我跳完highlight 考完highlight 我就升電法 學電法 學電法的時候 又加薪金 薪金又高一點 那些人看得起我 那我就跳highlight 很努力 我挑極都是這樣 他說不斷考試 都沒有問題 那我不斷去找一些模特兒去考試 那我記得我有一次 我很有信心 那一次 我覺得我沒有問題 我跳highlight 又OK 又夠快 顏色我又調配得好 那我考試 那樣 考完試 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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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都不滿意 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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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至少他有要求 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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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ơiör 那樣 你練了很久 為何那一刻才不明顯 因為臨場發揮得不好 因為她要花時間 而且模特兒我不熟悉 我都是找回來的 我覺得我要做到 然後很多仔細的事情 我就做不到 很多時候你貪化會做偷雞 你的心態是會出事的 發現原來不行 原來偷雞是不可以的 然後我看電視訊就說 看看你有多想 有多需要去晉升 當時我就開始想 我究竟是否真的想進行 或者我究竟是否真的想做這行 我跟爸爸說 不如轉行 做保險 地產 那些是快的 其他人都說 你做這些都沒問題 我覺得自己就是沒問題 那些都可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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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爸說 你做了三年 你又轉行 那你這些就白費 那我就在想 又是呀 我又浪費了三年 那我就堅持 我堅持一年 那一年我又 我一直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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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練習 那個心態去做 Touchwood Espirit 他倒閉了 沒有了Espirit 當時我覺得 那怎麼辦 我Espirit 我只會Espirit 沒有了一個平台 那怎麼辦 當時我跟那個師傅 就說 不如你去Nicopo Nicopo也能幫到我 當然有其他人就說 你去Perfect Eye Perfect Eye也能幫到你 當然有很多這些 因為不夠人 其實每一年 這一行都是不夠人 當然 你知道Espirit 有這麼多人才 當然是到處都搶的 那我就想過 或者一個很長的時間 我自己在想 究竟哪間公司適合我 或者哪間公司 究竟是我做到的事情 或者是 配合我現在的感覺 那時候有沒有想過 已經變成一個終生事業 還是不想浪費 當時也是不想浪費 沒有想過這麼長的時間 還沒想過這麼長的時間 應該是 真的熟了這麼多年 就不想浪費 有技巧 就繼續做 現在是專業 還有可以想到 又是有冷氣地方做事 即是一些古老媽媽 不用日曬雨淋 室內 室內的勞動 又可以看到美女 又看到美女 又看到美女 那就可以了 又去啦 繼續做 最後去了Perfect Eye 最後去了Perfect Eye 最後去了Perfect Eye 也是很多美女 也是很好的地方 也是OK 又很幸運 又很幸運 那一下 因為我覺得這些是一些機會 真是一些機會 看看你懂不懂得去把握 那件事 或者你會不會去把握 或者你知不知道那件事 你是需要去把握 剛好進去 剛好她有一個訓練 去測試我們一些新進去的人 的技巧 對 她說 如果你考到這些 那些 那你就可以馬上升級 有這個薪金 立即 那星期我不工作 我只在這裡練習 有原動力 真的有一個需要 你覺得很想追 你就不睡都會做那件事 你不會想她再 我又浪費多三年時間去 然後又繼續電髮 又跳Highlighter 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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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來說 那樣 � 학 那樣 那樣 那我們 駿頭 剪頭、剪頭髮,整件事是同心壯志 我覺得這個好像有些機器,可以做髮型師 因為公司制度,他們的制度是比較困難的 可能我要再浸一段時間才可以再去剪頭髮的gray 當時我覺得自己吹頭也不錯 試試剪頭髮,我又找朋友回來剪頭髮 你不是找公仔,你找人剪頭髮 沒有朋友剪頭髮,我初初頭三個都是找公仔髮 因為正常是公仔髮,你們練習的公仔髮 我沒有剪頭髮,到現在都是我的客人 我覺得他很好 又夠膽,又覺得OK,你就用下去 他知道他是你第一個真人 知道,我跟他說,你是我第一個剪頭髮 年輕人你來吧 然後我找了師傅去剪頭髮 當時是第二個師傅去剪頭髮 然後我剪頭髮 然後我覺得,為什麼你們剪這麼久 我剪很快 有很多東西 我剪,剪了四個小時 剪男生,剪了四個小時 真是很細心 難怪繼續找你幫忙 平時怎麼有四個小時 然後我就發現這件事是有問題 剪四個小時 他可以定到四個小時才好 他睡著了 男生很難 已經睡著了 昏迷 他可以這樣昏迷,很厲害 就是這樣 我剪了旁邊,剪後面的時候 就這樣剪 當然我第一次剪得不好 四個小時的師傅都說不好 對,剪了 我覺得沒事的 剪了四個小時 你們都剪過幾小時 整盞心機 之後就不斷去找真人 我去Facebook、媒體去找一些人 你不收費剪頭髮 你找我 對,面費剪法、試剪 這些條例去吸引到人去剪 當時我在有一城做 在Food Court不斷帶自己的電話 那些Food Court不斷帶自己的電話 你想去剪頭髮 我去買東西吃 你去剪頭髮 過來找我剪頭髮 我不用錢 因為我當時很想去升這件事 很想升髮型師 那個原動力多大 我不覺得這件事是有問題 反而我覺得現在的人 為何會不會去做這些事情 我覺得很奇怪 這個年輕人說這家年輕人很奇怪 有機會是自己找回來 有機會是自己找回來 有機會是等機會 還有你沒有能力 你一定要免費 因為那些是你白老鼠 創業過程中的精神很重要 我覺得必須要去試 是否主動找機會 這個很重要 還有你能否把握到這件事 當時我覺得 大家都在找我 我會很勇於去試 勇敢也很重要 我不想有遺憾 我不想人生有遺憾 你有目標在 因為我覺得很觸碰到我 當時剪了很多個 我覺得很辛苦 我在想 不是每個都四個小時 會不會不適應這件事 又不是的 越剪越快 但剪刀也剪不好 我覺得我不是很適合做 或者我的美感不夠 我不適合做這件事 有懷疑的階段 當然一定有 然後我師傅說 你蟑螂來的 怎樣都不是 不死的 蟑螂 應該是在試 只是手蟑螂來的 哪有看到有蟑螂 在任何地方 或者做過什麼 會適應不到 牠吃什麼都適應到 這個比喻 真的很貼切 那你就試試做蟑螂 當時我講完之後 我覺得 你不是潤了 不知道用漂亮一點的生物 但我回想起來 其實牠可以幫到我 即是到現在 可能現在 我不算很成功 但在我很多挫折 或者有挫敗的時候 我都覺得 牠這句說話 可以幫到我很多 是的 我覺得 我們在香港的社會 這麼多人 怎樣可以在我們這個行業 會有一個不同 或者跟其他人 會有一個 即是突出到自己 是的 我覺得是真的 有一些機會上的事 或者你會去把握那件事 因為機會 牠不會是 牠不會找你 牠不會 我等你 你快點過來 牠不會的 你會做很多事情 做很多事情 令到那一刻 叮咚牠在那裡的時候 剛好 你正在做那件事 你又剛好很適合那件事 然後你就可以融合到 有一個說法 就是機會永遠留給有準備的人 這個是一部分 即是 你不停在準備 你不知機會幾時 問你來的時候 你是要有能力去把握才可以 沒錯 還有準備你之前 例如之前你不斷練 你的跳蝦拉也好 幾年 你是不會浪費的 因為你的底部是有就有 你沒有你辦不到 你試過走過青面 但搞不定 那時候你還覺得自己是不行 不夠 到機會來的時候 那時候 那個信心 那個差距 你那時候覺得有多大 那時候我覺得 整件事是 差距有多大 你會不會跳過那個關 我當然是覺得 跳不到那個關 就是這樣 你才有個迷惘期 你會有夠膽去跳 那一刻你不會覺得自己做到 你會有夠膽去 但是 又是看你那份堅毅 對 意志很重要 那份堅持真的很重要 每一件事都是 到現在為止 可能我現在很多網上的推廣 網上的宣傳 可能我一張相片 我覺得不可以 然後我繼續貼 也不可以 我貼了一年 不可以 到現在我繼續貼 總共我貼了三年多 我開始 現在才有人會在網上找我做頭髮 當中有什麼原因呢 不是說 我那張相片夠不夠漂亮 或者我打電影夠不夠吸引 因為我從最初拍攝 是不太漂亮的 到現在拍攝開始有進步 或者有提升的時候 那些人會看到 他們看到你有提升或者有進步 他們會上來找你 夠膽試了 是的 這件事真的很重要 看你夠不夠那份堅持 跟我們做這一行一樣 你最初做一定不漂亮 剪一個頭一定不漂亮 你千千下會漂亮 因為你會覺得有東西不足 然後去提升 那你就會有進步 讓人感覺到你有進步 可以去學 挑戰自己的標準 知道自己有什麼不夠 你會挑戰 這個真的跟普通打工 你會這樣做 很不同的 但當時有沒有想過 通過參加什麼公開比賽 打知名道 有沒有想過 那時仍未有 對 因為當時做到 完美的眼睛做到差不多 我覺得 我剪了差不多 我跟師傅說 我想出去做化形師 我想出去闖一下 即仍是Junior的時候 對 我想出去闖一下 我覺得 我現在看的東西很井底之花 我看來看都在這裏 我想出去看多些不同的東西 然後 我師傅說 去吧 很搞笑 因為很多髮型師 或者很多師傅 都跟她說 你不要去吧 外面不適合你 不少人用 但反而她說 去吧 去多 有個好師傅 創業的大作 因為坦白說 你都明白 如果想理好 其實某程度 你出去打個圈之後 你真的叫好 否則你永遠都在裏面 你只是一個 配合到她的助手 你不會有自己的形象 就是馬墳工 還有自己的事業 對 兩件事 那一刻我可以體會到她 究竟是想利用我 還是想我去成進 這件事 我很觸碰到 她其實都很想去幫我 去做這件事 因為她自己也跟我說 我也是出去繞了個圈 才回來 我也是出去見識過 我覺得這裏最適合我 我就回來了 那你就出去見識一下 如果你覺得 那裏不適合你的 你就回來 她有經歷 對 她也是有那件事 即是她是外人 對 即是她去去去去 或者你也要嘗試她自己經歷過 可能她自己以前也是這樣 對 我覺得挺開心的一件事 然後我又再打給我朋友 因為那個朋友是同一個朋友 又是她 對 我又打給她 那個叫阿Water 阿Water 我說阿Water 有沒有好路數 她是職業介紹 她是職業介紹 出來做師傅 然後她說 我正在做那間都可以 不如過來試試 又請你試試 然後她說 這麼巧 然後我說 好吧 我過來 但我去到那間工作的時候 變成中世型 我遇到我生命中 令我轉裂得最大的 的人 她叫做Harris 這個人 Harris 她 最初 其實我 說我想做髮型師 然後她說 不要 不要進來 她不會說 好吧 你進來做 她沒有 她問我為什麼你想進來做 為什麼你會想做髮型師 你對自己有什麼憧憬 你對自己有什麼憧憬 有什麼夢想 很有 很有 很清晰 對 因為她現在開辦 她是其中一個創辦人 其實她的理念是 不想別人沒有目的地去做 才進去這間公司 她想別人 都很有軟見 看東西是很闊 很有夢想 會去追 那些人的能力很不同 你放在那裡放棄的那些人 你很沮喪 說真的 你一起來又到火 雖然方向不是完全一樣 但大家有壓力 可能會困到一些東西出來 所以問這也是正常的 對 然後我就說 我很想自己去創業 我很想做髮型師 我想做老闆 然後她就說 好 那你繼續做住你那裡 她說 如果你真的很想做的時候 你給我一些成績 讓我看看 然後我去 當時我繼續做 完美的眼睛的時候 我一直在做 我一直在想 有什麼成績可以讓你看 我都很不明白 我繼續去找她吃飯 然後她說 不如你嘗試帶一些 你自己說到 你在那裡找很多人去剪頭髮 不用錢 好吧 我給你一個地方 你都可以不用錢剪 或者可能你收錢剪也可以 但你帶過來 我就以一個 雖然的認識 可能去那裡 我就可能收少少 收可能 一百元 一百五元 剪頭而已 我就去那裡做 然後說 做得不錯 做得不錯 我不知道那時候 是不是因為這個 所謂叫做成績 引致到她 會想邀請我進去她公司 但最後我進了她公司 或者她看到我團火 我真的很想去做 原來你的 passion 真的很重要 很想去做 我很想入你們公司去做 的時候 我做了很多事情 不同的推廣 不同的宣傳 我去帶很多的朋友 去剪頭髮 然後可能這件事 我感動到她 然後她就邀請了我去做 最初也是 Junior Stylus Junior Stylus 去做 什麼都不懂 什麼叫做 流程 怎樣做 這個客人 因為始終我第一次接觸 這些walk-in walk-in客 很困難 為什麼 這麼難做 什麼要求來的 很嚴肇 明明你說要剪短 剪短了 你說我剪得短 多少才是短 對 然後她說 我要剪短 但我又要剪少少 那些是女性客 通常都是這樣 表達能力 這樣 覺得不清楚 又跟靖李理解 她不是專家 對 做了不同的方式 做了一顧客 她其實不完全知道自己可以怎樣 對 有些或者是拿了一個明星 我想這樣 但明顯知道她不可以這樣 又不知怎樣跟她說 拿著試凱琪的照片 說要剪到試凱琪這樣 但你看到她的樣子 如果這樣的話 可能臉型又不適合 又可以跟她溝通 應該小姐 你去韓國 就幫到你了 但我不可以這樣說 你這樣說完應該 不可以這樣說 所以我就覺得 都可以 但會有一點點不同 你可以嗎 這樣 當然會有很多 溝通技巧 當然我錯過很多次 一定是錯過很多中學習 才會練成長大 對 Harris 當中有幫過很多很多很多 他 由我不懂 幫到 我現在 他都繼續幫我 可能有很多 位置我做得不好 或者可能有很多事件上 我處理得不好 他會給我很多意見 他大你很多 大 我想六年 四年 都是另一個年輕人 為何可以幫你這麼多原因 是他早入行 他早入行 而且他接觸得很多 他想的思維上 是比我更加突破 我覺得他是 怎麼說呢 我們叫做早熟 他是更早熟 而且他經歷得多 相對來 可能他給予的意見也會多 當然 當中 他也不是聖人 他也可能會有他的問題 或者出錯 互相捕捉 我覺得我有他的意見 他也有他的意見 我們便去磨合 但是 有很多時候 我會選擇 聽他的意見去做 而 你說 這件事是不是一個機會 我覺得也是一個機會 不是很多人 都會遇到一個 會這樣幫你的人 或者幫你的老闆 我認為他 他不會有人 你上班 便上班 做得好不好 做得不好 都不關我的事 你幫我賺錢 但是 他會選擇 你做得不好 我會告訴你 我會告訴你做得不好 關心你怎麼改進 為什麼你會做得不好 你有什麼可以做得好一點 他會不斷地 被這些思維衝擊 令我有進步 但會去到哪個地步 作為一個髮型 你是會調教客人 怎樣選擇髮型 怎樣 去到什麼地步 你會夠膽說這句 不只是聽客人 我要像誰 首先你要很了解到 每一個髮型的結構 因為每一個髮型 例如一個髮型 你一個髮型 一個髮型 可能有三個變化 一個髮型 一個短髮型 一個短髮型 一個髮型 怎麼可以 你會去了解到 每一個角度 拿出來 形狀 怎樣把刀剪進去 它走到什麼位置 首先要很了解那件事 如何發生 看法型書 會有很多指引給你 但只要指引是看的 真的要做下手才能夠吸收到 所以先前都說的客人不要說無理取鬧 起碼要求高高 但他不是專家 他不是專家 你去到哪個地步覺得你是專家 你先說他會聽 很過癮 多久之後的事才知道 你覺得普通還是要收免費 這已經開始是不免費 在常院來說 做年半 年半的時間 很快 那時我日日 他縮短了的時間 做了髮型師 在公司上有拿出公仔頭來練習 除了我自私人 自私人 也有拿出公仔頭練習 這是需要的 你自己自我提升功能 這個功能屬於自己 還有公司也有給不同的培訓 可能他給一些課程 例如你去上班 或者你有空去上班 你這個態度 要有東西給你 你要爭取 那公司本身也要有這個概念 配合你的成長 我想說 始終被人的情況 雖然你是老闆等等的事情 某程度上你也是一個老闆 我希望我整間公司的質素好 我希望每一個老闆都能做到他的事 其實這樣才叫醒目的行為 令自己公司的產量是好 或者你如何提升那個人去學做一個老闆 這個老闆看到層面就不是我當你是公然 差很遠 好在一起是好的 其實他沒有損失 只是最怕你離開 我覺得現在我公司的方針 不是單單 我只是想 我有提升的 我只是想大家一起同步去提升 去衝那樣東西出來 去發展一些不同的事 或者大家可能的方向 不是真的很一致 但是是殊途同歸的 大家所有的方向都是為公司發展 可能他是為一些公司內部的 可能我喜歡去對外的 我喜歡去做一些比賽 即是宣傳 推廣 推廣 你現在要取回你的才能 雖然說髮型師 你的手頑是髮型 但你底部的性格很不同 有些人喜歡做社會 像藝術家 有些人可能是admin勁一點 公司的營運模式 有些東西是藝術家永遠都不適合 但你做生日又要處理 你就要再去分工 而且最重要是你經常有passion 同樣有一個想法是想做好事 而不是做了一件事 這些都很重要 而且我認為年輕人 有一個地方的人是想做好 可以令到你的青春可以繼續燃燒 你進去的時候 這是退休的地方 大家在這裏 其實我相信受不了 你見到那群人都不太做事 你不會想做事 雖然你本身都有追求的理想 你才能夾到環境 我很認同吸引力法則 你如何去做一件事 去感染到那群人 是很重要的 我自己認為我也是受他們感染 或者我之後 可能我做了一些事 我也是在感染其他人去做那件事 這件事是吸引力法則 其中所說的感染力 而這間公司給了我的感染方向 我覺得是很有衝勁 很有熱誠的對髮型 真的想做好一個髮型 不會說剪完頭就算了 你省時間了 你沒了那麼多水 這樣做生意就很沮喪 你賣了產品收到錢 但這是正常做生意 暫在生意立場 所以說出企業文化 而且年輕人是要這些 有很多已經老化的企業 沒有了文化 所以難請一些心 你激勵不了它的上進心 你本身已經很有上進心 而企業是能夠配合的 那你就相負相承 還有很多現在不夠堅持 不夠堅持 不夠堅持 可能做了一年兩年 無法堅持就算了 他以為看不到 好像沒什麼效果 但你明白嗎 你只是挖得不夠深 黃金在下面 賣力 可能第三年他就會 你自己挖 但他又沒有 而且需要一些時間去浸融 始終你的技巧 可能回想到以前的 整個整個都不可以 可能因為儲了很久 你不知道哪一刻就熟了 忽然間又好像 過了那個難關就 有部分的髮型 包括我自己也可能是 他做到某個位置 覺得自己可以了 這些不用學了 這個很危險的 我們就會變成什麼呢 我們俗稱的大師 你做大師 不用學了 你認識了 你認識了班 沒可能 這個世界上比起太多了 所有的行業或所有的事都不會是這樣的 尤其是你真的說創意和技術 還有你當中的技巧有什麼所謂 是令到你再寬闊一點 每一年他的潮流趨勢都不同 就是很不同的 潮流不同的 技術都不同了 可能你上年 就變得更漂亮的 上年流行柔頭 今年不是流行柔頭 過了不同的駕駛 我記得現在再新一點 我不知道以前負離子 忽然間一有之後 整件事個個都負離子出街 這是一個以前沒有的技術 你要學用那個機器 那你的企業就死在這裏 那不是大家都在休養嗎 我覺得最重要是 現在我和Harris和其他股東 一起開辦這間公司 我覺得最重要是大家都要有那份矮力 那份堅持 那種精神 即是你一定遇到困難 但互相離開 這樣就很沒人 一定會有樽頸威 這些是屬於共同創業的概念 不是蛋蛋獨鬥 我猜是否發營師比較容易 因為大家都是老闆 但又可以融合在一起 有很多one man band 但他不會去發展 他覺得很高興就足夠了 熟客或自己做自己的事 很容易有舒服 因為我們發營師是很自顧的行業 做自由職業 剛才看到你博明正在回覆點訊 你今天下午要接受訪問的話 我看到他博明正在推出這些 是正常的 互相調動的 互相調動的 因為這也是成熟的行為 因為你是自己的生意 一部份你要做這些訪問 一部份又要處理你的業務 其實這件事跟打工好 不然打工就說 我老闆 我沒有空 什麼都好像不管 處理了就算了 但這件事是很自由的職業 所以很難你會變化到 我不管這些事或者我不再處理這些事 因為始終你的人客是由雙手創造的 我覺得自己… 我稱之為發營師是一個神教主 那些人過來永遠都是朝聖的 為什麼?因為你用雙手幫他製造美 或者將他不同了 我覺得這件事就好像Apple那樣 你將潮流的變化轉變了 更加不同 因為每一個客人都不同 所以他自己的變化跟你是同步的 即是你能夠帶來你的變化 也要看個人本身是否合適才行 即是如果他本身沒有時髮型 找髮型才沒有意思 街邊五十元搞定 而且你每個客人都是別人的活動宣傳牌 那頭髮多漂亮 你哪裏整夾 整夾這樣 他有很多連結 他自己都有圈圈 我女朋友已經是 我很感謝他 另外一半都很重要 我有大部份的客人 都是我幫我女朋友沾頭髮 然後我女朋友逛街 人渣 然後他就拿著我的卡片 我想說給你 我極度感謝他 首先他一定有所偽 遇上一個他可以跟他拍到 無論在感情上或工作上 一個好的夥伴 因為這個夥伴不用付錢 但髮型才封面穿女生 剛才剛才說的 很重要 另一個貼紙 我看他自己沒有說 我不敢說出來 男士說 好嗎 入行經過是想認識女生 這個是另一半 我記得他這樣不說 因為真的 你入行是想有型 一定是想認識女生 一定是想認識女生 認識得到的就是美女 通常很有要求 不然就隨便 因為想到剪頭髮也很漂亮 起碼對自己有要求 在這個方向下 你會去入行 我覺得是很正常的 很正常的 其實希望大家認識女生 可以入行 其實真的不要介意 但要入一間好的就不容易 入我公司的時候 入我公司的條件是 想認識女生為大前提下 OK嗎 沒問題 我覺得是真的 年輕人其實 初初做任務工作都是很單純的 某些是偽一點的 實際上沒有成年人 這麼多考慮 越有考慮 反而你未必會過得到 開頭的那一關 之後那團火就很重要了 再維持的 她不斷有美女 她維持的 追到就不會放手 而且你會害怕的 你大過了 以前不害怕的 對呀 衝一下 因為你這麼想 我有一個證人在這裡 小心點 現在我要小心點 成熟 因為你的年紀 或者你的年紀 你的工作 你會比一般人更成熟 原因是因為你做生意 始終要工作多了 即是由興趣變成一個事業 變成一個事業之後的那一刻 壓力就來了 還有人會有些分寸 變成原先最初的目的達成了 他有自控的能力 不會再繼續 你自己作為一個行內人 你要看行業的變化是怎樣 你也說了歷史的變化 之前是有很多人在那個 mind cap上 之前有人在賣下 有些有些自己的政策 有些成功有些不成功 接下來有集團式的出現 甚至SB Salon也接近了 其實也又不是 有這麼大的明星幫襯 都接近了 再下去發生什麼事呢 你會看過這麼多風浪 你們現在這一輩子 想怎樣發展 其實現在網上的宣傳這麼重要 必要啦 我收到你的 我想現在的大方向 可能發營上的大方向 都是說一些不會是以前做 299負離子加前頭髮加焗油那些 可能大家都是客人 或者我們發營師本身 都是想重質的 可能數量我一個不做太多 一天裏我可能做六個 或者我做十個我盡量 因為那十個裏面是用我的時間去拆散 我每一個客人是標準 我多少時間去做 專心去做我的質量出來 現在我感受到的大方向 開始是這樣走 為什麼現在很多網上都說 我們公司能夠保持頭髮健康 做完頭髮很漂亮 做完髮質很好 為什麼都會用這個 因為大家都感受到 大家的客人都已經走我要質量 已經進步了 已經不是要剪 當然我相信市面上都有百貨月百客 有些都說十分鐘可以剪 仍然都有他 雖然我想也不明白 為什麼可以進去打個圈出來 但是也有些需要 因為他可能覺得 不太需要 他們不太需要的形象 頭髮佔了就可以了 這樣可以省錢 省時間也無所謂 但是大部份的人都希望透過髮型 令自己漂亮了 因為可以差很遠的 經常感覺 做得好一點 要靠髮型才可以處理 又會多元化了 例如以前你套裝 符尼茲 套餐的時候 沒有 現在不可以了 現在人們追求另一件事 就不只是要款式那麼簡單 而是自己的風格 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 還是現在全部都寒風了 都有潮有影響 感覺上現在周圍都是那些感覺 有一定的影響 但是你說會不會全部都寒風 又不會 有很多朋友變了灰色頭髮 有些歐美 有些又說我要日本風 都有這些 但是不同的客人 你怎樣可以捉到他 我想要什麼風格 就是要我們髮型師做多少的 research 或者我們去上多少 course 去了解我們現在的資訊 真的考來硬戒 要 就是客人的判斷 怎樣溝通這些 不是 我想要跟他 不是 他一進來我就幫他弄 要聊天 對 我要了解一下他本身 他會怎樣去打理他的頭髮 他會平時用多少時間去處理自己的頭髮 然後他會喜歡什麼感覺 做什麼職業 對 對 很重要的 還有他要喜歡有流海還是沒有流海 或者我要的感覺 我要瘦一點 還是我想要臉部長一點 然後我再去分析他的臉型 究竟什麼髮型適合他 我就找我一本Styling Guide給他看 這些髮型適合你 我才可以再下手剪 要不然我會說 怎樣剪 他也是不外乎跟我說三件事 收一點點 不要剪那麼短 一般的Client 他不是專家 因為客人本身不是專家 你問他怎樣剪 他不會回答你 他不會回答你 不是他沒有要求 不是他沒有要求 他只是不知道 他只是覺得好還是不好 他不知有什麼方向可以給到你 難道我華展宋惠橋 你有幫到我嗎 他不會這樣 他會想 我每一間我華展宋惠橋 都剪不到一樣 我和你見你都不會一樣 當然因為他不是宋惠橋 對 那時候 你就去了解一下究竟他要什麼 那一陣子我喜歡空氣流海 他就告訴他空氣流海 原來空氣流海是這樣的 我要這樣剪 但是你需要自己也要日常的打理 才能做到空氣流海的感覺 那你就會給選擇 專業與不專業的分別 對 而且你會花時間去解釋 以前的人都會說 你不要管了 這樣變成了 最大的事是 我剪的時候很漂亮 但回到他還不回答 很重要 我自己的大方向也是 可能我剪完 你一定要回家會剪 你也會教我 你不懂得做 不要緊 你問我我教你 或者我剪完這句話 我會教你去怎樣打理 但是你要答應我 一定要自己打理 不可以不打理 因為一個正常一個人 或者我去過日本上課 我見到很多國外的人 包括現在祖國的同胞 包括他們出街 很懂得打扮 不是說香港人不會 只不過他們可能 對頭髮的標準 沒有那麼重 可能他們會襯衣 會穿鞋 我會買Air Jordan 但他們不會覺得 我的頭髮 要設定好一點才出街 即是他們 我的頭髮 這樣嫩嫩 就零嫩尾 就零嫩尾 小小散 空氣感 即是他們會用這些 我叫藉口去掩蓋自己 我不去打理的藉口 或者我髮型師不會弄 可能髮型師弄得很好 或者剪得不差 但是 就是回去就變成這樣 不會維持的 客人本身 難不打你的時候 我們很難去做一件事 令到他會很美 去日常做到 如果我沒有記錯 亞洲來計 最講究是日本人 日本人是最 不論男女 對任何事情都很執著 他們對外表那件事 在文化上 他移用比較敏感 他見人 是禮貌的部分 你看那些包裝紙 包裝就知道 那種很漂亮 甚至賣麵包 那個人 都打理得很好 可能頭髮不會很散 很整齊 紮個雞紮得很好 很漂亮 他們對這件事這麼執著 其實他們感染到我去做這個行業 我要更加執著 或者可能我要教會客人 我要感染他們 令到他們更加執著 首先是什麼 我自己 我每一天都是GEL頭 我每一天都會襯衣 然後我就可以告訴你 其實我每一天上班都是這樣 我每天上班 可能我每一輪都不同 但是我會告訴你 我會打扮 即是風格可以表達出來 既然你穿了這個行業 你不是十分鐘的頭髮剪出來 你需要漂亮 那是一個包裝 你沒有理由 穿得很光鮮的頭髮 又油膩膩 整件事是很害怕的 所以文化上 因為日本人這麼緊張 他們可以支援這個行業 我自己想 為什麼他們的國民 會這麼著重宜容 因為他們的髮型師都很著重 然後感染到的國民 其實這件事不是一朝一夕 即是不是我今天 整個民族文化 他們很多年的發展 而且他們本身很尊重你手工藝的水平 即是他們不會覺得 他不會這樣看這件事 你做得好的話 做一個專業 他會尊重的 當然工作自己的人 是不是都尊重 你是不是尊重自己 可能有些是 隨便吧 戰爭就算了 即是不排除 亦是真的 有些人可能是這個心態 譬如客人多 就覺得他不尊重你 即是你不尊重自己 所以其實你要尊重自己 專業的人要多 多到夠才行 相對以前好 例如讀書的地方 多了一些機會 讓你入行的學校 即是你作為一個專業 即使你是一個發言師 都是一種專業 可以培訓 有一個career path 有一個所謂行業的概念 現在有沒有 其實現在有很多 我們叫做前一輩 我們的前輩 他們開始會留意到 這個潮流 髮型的趨勢就是 反濫了 髮型師 因為有很多 做了一陣 或者可能會剪少頭髮 然後就說 做髮型師 或者自己很專業 但是他們不會 自己有再提升 然後就會有很多 不同的學院 就會誕生 例如AHMA 一些HKDI 這些不同的學院誕生 去令髮型師的質素提升 或者他們有得管轄 那時候 其實相對地 你說這件事是否好 我不可以說不好 即是我不可以否認 這件事是不好 但是 很多人都會 我做髮型師 你現在來管轄 他們管將來的髮型師 即是管現在的 即是考核的事情 現在的事情 不太接受 而且政府有 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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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規管 這件事 的確是一個 好像有自由職業 創意 藝術 我喜歡被人剪成頭髮 這樣 但有些事情 你過來人都明白 就是有些基本功 其實是講到資料架構 不能走 所以政府不是不支持 問題是政府那一套 我認為不會強硬去規管 你很難規管 對 很難規管 因為他正在做 應該是鼓勵 向處發展 鼓勵 但他是鼓勵去做這件事 如果我要離開香港 我要去代表香港 其實你沒有這些事情 你可能也未必足夠牙力 你可能只是一個普通的髮型師 我只剪成屋邨那些 但如果你要再向前行 整個行業 以前另一套 如果沒有記彩又比較老 以前教人沒有那麼標準 沒有那麼標準 沒有那麼標準 以前有很多國際比賽 廢比賽 現在也有 等待你行明星制 但那不是等於一個專業 有兩個字 架構和技術 那些東西 對於新入行的 幫助有限 其實也不會有限 都很好 因為你要入行名 首先你要肯去比賽 就像我之前參加了 Feeling的一個髮型比賽 我很榮幸地 拿到網上人起亞軍 但是首先要什麼呢 首先要你去肯去比賽 然後別人欣賞到你的作品 你才有這件事 不是說… 有些人會覺得 你比賽也是做出來的 你跟Porter公司朋友就有 但其實我覺得也不是 比賽始終是審美歡 有很多東西看下去 你覺得漂亮 才會肯給你一個分 技巧也要求高 對 他們會設合主題 很多東西 Cate Cronin 嬸嬸 模特兒 才可以擁有那件作品的誕生 所以首先 我覺得第一 一定要參加比賽 第一步 你也要讓別人看到你 對 你要參加比賽 還有 你說是不是 不會出名呢 我覺得也不是 我覺得是因為 我參加了這個比賽 開始 多人去留意我 比賽之餘 不一樣 我叫做Takeaway 其實後面也有一大套 技術要求 當然要你去… 整套東西 當然你要不斷去升級自己 才可以做到 我想政府所謂 未能支持救 未能宣傳救 是真的 去到比賽的水平的話 經過了很多個關卡 才能上去 即是技術也好 你的鑽研也好 你的眼界也好 甚至你那個… 交流 和外國的 潮流的 敏感程度也好 其實是過了很多個關卡 才能上去 我想現在是宣傳未夠 大家未了解這件事 就變成以前只說明星 現在不是這個意思 我不知道 譬如現在有很多比賽 是否一些私人機構搞多 譬如政府不會有 可能是一些公司 或一些品牌 他們搞 因為貨品牌 對於他們來說 雙虎雙城 對 譬如政府 等等的事情 都已經沒有這麼一個 權威性的處理 因為沒有中立 歐洲的做法有一點不同 除了潮流的設計之外 歐洲另外就是關於工人的經驗 你捧餐也有 你捧餐也有比賽 整件事很專業 譬如你跟日本比 日本不需要那麼多 原因是他本身的文化上 已經尊重你的技術 即技術作為一個專業 變成不需要那麼多比賽 但社會上會認可某些事情 歐洲的玩法 就反過來 工會 學會 鼓勵你的人去入行 因為歐洲有很多學徒制 不只是讀書 他鼓勵你做學徒 他也有一個階梯 去到某個比賽 level 例如你的僱員技術 技術大賽 德國每段都有搞 你捧餐的比賽 所以他們也有 其中一部份是發營的比賽 也有很多 技術多 砌磚也有比賽 甚麼都有 所以香港暫時未有 至少未普及 你會否想想 在你的行內都宣傳 政府座系 AHMA有的 有比賽 很多行內人都有參與 其實是好的 至少一群人的技術交流 或者你的標準 會知道 你不要躲起來 你是要這樣 但你要宣傳 你認可 我覺得自己 當你有這件事 還有 你的公司 會不會去支持你 去做這件事 這是很重要 因為你又弄得我 接不到這些客人 你出了嗎 可能不幫我打工 但我的公司 也不能成功 可能你去比賽 你要專注一個時間 去做你的比賽作品 你沒有時間做 你要看你的公司 會支持你去做這件事 而我現在WP 會支持我們所有發營師去做這件事 亦都支持他做這件事 引致到我可能 會暗戒長遠一點 我現在加入了GHD 一個英國產品品牌的組合 我覺得都是因為 公司很支持我 去做這件事 而我加入了這個組合 去提升到 我現在的知名度 引致到 多了客人去找我 去做一些不同的工作 可能不是單單剪頭髮做顏色 可能是一些出去對外的 outjob 一些拍照 shooting 這些 所以其實 在這個行業 不只是在香港 整個行業的地位 就這樣爭取回來 對 所以你說 是不是 怎樣去引致到 自己有提升 或者引致到 你的知名度增加 我覺得除了 你很主動去參加比賽 以及你要很主動去公開自己 要懂得公開自己 對 因為我們這行業 其實沒有人去公開我們 即是不會有一間公司 去推一個發營師 即是很少很少 因為為什麼 即是不會有一個經理人 你都是名色 他寧願推自己公司 怎會推你 因為你是一個很自顧的行業 他推了你 你走了怎麼辦 是很現實的問題 所以你首先要對自己有自信 去推廣你自己 我自己有什麼 但首先一件事就是 你不要害羞 不要害羞 不要害羞 這個頭髮剪得很噁心 怕不怕被人笑 如果你做這件事 你已經走不到你第一步 對 真的很重要 每個人的要求會有些不同 對 可能要配合企業的方法 即是去開設現在這間公司 如果我真的很害怕 我害怕我做不到 或者別人會說我 或者每個人都看著我 放心 網上一定是這樣 即是怯就輸一輩子 死定了 我自己又很認同張家輝 人生怎樣都要做一次蝴蝶 我自己到現在都很想去做蝴蝶 我到現在都覺得自己是勇 嘩 要求不高 以這個想法 你才會再向前 才會有特報 大家各位觀眾 我們這個特輯 切言創業創業 這個訊息不是那麼簡單 以前的老式說法就是 行行出狀元 說得很簡單 在現代世界 有多少東西要配合 你自己個人的主動 企業文化的配合 食物環境的氛圍 還有你這些人懂不懂欣賞 這就是公眾的配合 都要主動作為一個專業人士 去開啟很多東西 會會會 很多相互相成的事情 但很難得今天專家跟他們分享 香港不是沒有競爭力 香港不是沒有競爭力 香港的年輕人不是沒有能力 但是是否懂得用呢 就是大家學習一下 當然 希望你越來越好 你的技術就跳出香港 令到整個行業 新一批的罰刑師 可以自己尊重自己之餘 令到所有人尊重大家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謝謝你 下次再見 各位再見 拜拜